雨萱 今天柯文哲在接受 专访的时候 特别谈到了金华城 对啦 涂利啦 在哪个地方不合法 他特别讲到 这个是根据了所谓的都委会 省议的有这么多人 难道这五十几个人 全部要抓起来吗 讲的云淡风镜 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样子 但问题是 你现在明明有三个案子 你有金华城 你有北施克的案子 你有台施光的案子 可是他全天 全部聚焦在金华城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因为柯文哲知道 金华城案是三大案中 里面最危险的 最危险 而且你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吗 他看了高文案的判例之后 他才搞清楚状况 为什么 就原来他原本性是 所以他的生死门出来了 对 就是在金华城 因为原本呢 他看了高文案子 想说不对 高文案子发生什么事情 五十块也给你抓出来 三百九十块也给你抓出来 换言之 不管你用什么 眉眉咬咬咬 或是说嫩扛嫩扛 想尽办法去藏的 检调通通都会吵出来 这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高文案 在安静当中 住里面有没有任何人被判刑 而且必须要去发肩执行 没有 全部都还刑嘛 所以根本你原本 为什么一直在讲说 哎呀 我有都委会啊 我们大家都共同做决策 集体决策 事实上他逻辑是 我们大家都绑在 同一条纵子上 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 所以你不可能只办我 你要办五十个人一起办 而且还有一个是 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 你们不会出卖我 对 那再来问题是 高文案这件事情 证明的就是什么 第一 下面的人真的会出卖你 真的会出卖 真的 遇到麻烦 如果有危险 绝对会把你卖掉 再第二件事情 检察官跟法官 不是吃素的嘛 你以为绑一条纵子 但你看高文案 一刀一刀慢慢仔细的切 加班贝我不管 助理我不管 我只算你高文案 最有问题的那一块 精准打击 就切割到你 把你高文案 所以今天如果法官 可以对高文案这个样子 我只要把你锒铛入役 我只要抓你一个人的话 其他人我都可以切割 对柯文案这可不可以这样 也可以 那如果他也对柯文哲 这个样子 别人可不可以撇心 可以 别人会被出卖 会的 对 因为当别人只要知道说 你把柯文哲给卖掉 你把柯文哲供出来 保你平安无事 高文案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嘛 王玉文小兔主任 最好的案例嘛 那请问他们会把柯文哲卖掉 当然会 所以现在柯文哲最害怕的是什么 金华晨这个案件 牵连胜狂 如果有人把我卖掉 我就倒大霉了 你想我才看懂了高文案的案子 原来高文案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只要你敢把高文案卖掉 保你平安无事 所以你把柯文哲卖掉 你也觉得平安无事缓行在即 所以这才是整个起诉的文本 对嘛 那你看哦 而且再来第三件事情 最可怕的是什么 当高文案这件案件判了 我们讲了 法官非常强调一点 为什么高文案要重判 为什么其他人可以判 因为高文案不认罪 所以你仔细看 柯文哲的说法有变哦 他以前讲 金华晨讲说什么 那要什么 拜托 就陈情而已啊 跟我们一生接挂号一样 都嘛会有陈情 现在今天不是哦 这个叫做改变说法 他改掉了哦 他说对 徒利啦 我就是徒利 但是我没有违反法律 哪个地方不合法 所以万一知保立哥 他在准备干嘛 如果说真的走到最后案情最终 他搞不好连认罪都有可能 就说哎呀 不知者不罪啊 大人啊 这我不知道啦 我哪知道不合法啦 我想说这样合法啊 这是竞雄的选民夫嘛 而且从这张照片 这个就是他在接受 专法社会表情 也太沮丧了吧 所以佩奇说的是真的 我们的柯文哲你看 他整个我们讲的垂头上气 然后感觉焦头烂额 我相信他真的晚上没睡好 绝对是斩端反射 日夜难眠 看到公安案件 你怎么还睡得下去 结果你看哦 他依序谈了三大案 结果三大案里面呢 所谓的台字观案 就简简单单的谈了一段 然后骂了谁 骂了陈崇文 然后骂了谁 骂了蒋旺安 然后根本没有解释 结果他大部分的重点都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讲的金华城这个案件 你看哦首先第一个 他开始在拖人家下水了 说哎哟 金华城里面有杜氏计划维会 杜氏计划圣医维会 还有杜发局官员一大堆人啊 他说什么 反正我们这边50个60个 如果我有罪 大家都有罪嘛 有问题的话 至少也要抓50个人 目前为止没有金流 也没有人称有人下指令 宝丽哥你刚才手划过一个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说他真的是精神重要 因为你看哦 有没有人问到金华城金流的问题 没有大家都一直在强调说 你柯文哲怎么会土利他们 让他们有20%的农季强势 结果你看他说 目前为止没有金流 这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一个叫做 目前为止啊 所以会员之难不成生的找得到吗 不是你就讲就没有金流啊 我就没有收钱啊 为什么你要讲说 目前为止没有金流嘛 所以以后有没有可能会有金流 不知道 然后你看他在第二个他开始在咬说 哎呀 我跟你讲跟杨文科不一样 第一个题目告诉我哪里不合法 所以他现在认定了 自己最有可能被办的是 如果没有抓到金流 那就是土利嘛 如果有抓到金流 那就是贪污嘛 那土利最多很讲究一个法律要件 叫做说呢 不叫违背职务 违背法律 那保险给我问一下 这句话 属是属非 到底真的还假的 当然是假的嘛 因为我们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讨论 包括他提供的容积奖率 20% 那三项什么环境保护啊 插充电桩啊 乱七八糟有的没啊 阿里阿达 他根本没有这个法令 换言之 这个没有法令的依据 而柯文哲 土利他们 最后还让金华城 确实赚到钱 已经完全符合贪污之罪的 土利要件 所以你说 如果按照现行的法律 按照现行的规律来讲 金华城 第一个 你根本不符合 多根的要件 你就算符合多根要件 你也不可能拿到 这么高的容积率 所以你已经是跨越 现行的法律 如果你要跨越 现行的法律 那你就要问哦 那50个人 是不是大家都怨一单 如果你今天有余文 你所有人都呆下来 那跟你柯文哲没有事 可是在高官的里面就是 只要有一个人 不愿意呆 有一个人把你咬出来 有一个人说你下了指示 这就完蛋了 保德哥 绝对会有这个人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柯文哲你还不记忌了 在都市计划委员会 以及都市设计審议委员会的时候 那时候一堆来自外部的委员 强调什么事情 说不对啊 这个不合法 没有这个法令啊 为什么你一直讲出来 你柯文哲就是他认罪自白来咯 包括智慧建筑城市 绿色绿建筑城市 请问一下保德哥 这有没有法源依据 完全没有法源依据啊 这就是当时 为什么这些委员会里面 大家反对他的原因嘛 所以我还不然就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当检调早上这些人说 柯文哲说你们都有份哦 因为你们都认同哦 他们只要咬一句 没有 我们反对是柯市长说 可以按照这三项通过的 请问一下柯文哲跑不跑得掉 跑不掉 马上他就变成高文安了嘛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嘛 那我们举一个前面 曾经发生过的例子 各位 曾经的大巨大案 有一个人叫做李肃德 你知道李肃德他干的事情 一模模一样样 他做什么 他做土利 因为那时候大巨大呢 要我们要讲 松烟附近的松山烟厂的土地呢 来进行开发 结果没有想到市政府呢 来各位一模一样哦 没有的法令 结果他违反法令 你知道违反法令 给他做什么事情吗 他让他50年 完全零收全力金 结果他们后来试串出来说 不对啊 这样土利的金额有30亿元之多 那请问一下各位 这个案件是不是跟柯文哲 在金华城案件一模模一样样 为什么 柯文哲是干嘛 创色隆基奖励条例 让他们可以赚取隆基奖励 李肃德干嘛 明明不能够呢 不收全力金 结果放任他们的零元全力金 结果让他们有办法土利30亿元 而这两者都不需要收费 也不需要有金流 因为你只要违背职务 就已经触犯土利税 最后李肃德有没有被刮 有嘛 那判刑你的判判非常重 你看 9年 使多公权5年 所以柯文哲看看 今天大巨蛋就是有一个人 你去流转了卸行的规定 你跳跃了卸行的规定 那在大巨蛋里面是李肃德 那现在问题是 那今天在金华城 谁做了这个决定 是当时的 所谓的都委会的主委吗 还是有谁 如果有人单 有人愿意当李肃德 你就没事了 如果没有人愿意当李肃德 那问题就大了 对 因为我们讲李肃德 至少他一肩扛起 那时候是马四府十起 那你想想看 现在如果柯文哲四府十起 因为他毕竟人都已经不是在上面了 如果陆陆续续的 包括我们讲的彭震森 包括我们讲的甚至都委会的委员 各位太多了 当柯文哲讲说 有五十个人 跟我在同一条船上的时候 我想到一件事情不对 因为你有五十个小兔主任 这五十个人 你说你如果只有一个人 两个人可能太安全了 五十个人一定不安全 我反过你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检察官说 这个东西柯文哲说是你签的 你盖的章 那你要负责任 你要不要认罪 他马上讲 没有 没有是老大叫我这样干的 柯文哲自己也承认 他有接受挂号 甚至是我们讲的 政风汇报里面 还查不到 他到底跟金华城 沈青青聊了一些什么 所以各位 如果最后的导向 大家只要有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把这个锅 推向柯文哲 那我跟你讲 他未来就会成为高宏安第二 好 瑞德 刚刚讲的 今天柯文哲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特别提到 你有三大案 可是你特别谈到了金华城 你谈到了金华城 特别讲的 那就是土力了 但是你告诉我 哪里不合法 他也特别讲掉 做这个决定里面 有都委会 都发局 甚至刚刚讲的 还有50个人相关的人 我没有任何的金流 他这样子就觉得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土力罪不需要金流 李树德 请问有没有查到 一块钱流到 李树德的口袋里面 没有吧 没有啊 李树德案子是怎么来的 李树德案子是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 要不是搞了一个 所谓的廉政委员会 去查五大案吗 一事无成 结果其中有几位廉政委员 他们就从那个英党里面 大巨蛋的英党里面 然后呢就一个一个去听听 后来去听到其中有一段 就是李树德讲的 那一段过程说 那不如给这个远雄 怎样怎样 就是后来起诉判刑的 所谓因为这样子 台北市中损失30亿 就是从那个录影党出来的嘛 就这样把廉政委员 把这一段 然后移送检掉单位 接着就起诉 接着判刑9年 一毛钱都没有收 李树德只在会议里面 做了一个财势 这个财势就让他背了九年牢 告诉各位 过去台北市政府的一个相关的案件 跟这个等于说 外界的相关一个合作的 新建那个捷运案 也一样两个官员 一毛钱都没有查到 他们有金流 一样判刑 谁说图利罪需要判刑 图利罪很简单 它的构成要件就是 你明知违背法律 然后紧接而来就是说 你这个等于说 明知这样做了以后 违背法律会让别人 自己或别人 有不法是利益产生 第三个要有结果 就是已经产生 我问你嘛 我告诉你 金华城今天在柯文哲 那么讲出这段话以后 马上发声明 说他们没有这样 没有图利 他们是合情合理合法 是台北市政府 对不起金华城 等一下 柯文哲讲 对啦 图利啦 在哪个地方不合法 把金华城吓死了 金华城马上说 他们才是被害人 他们被台北市政府 霸凌了37年 我从头到尾都说 生意人想要多一点 560%的这个 等于说农基率 他想要多一点到848% 合情合理 为什么 我说生意人嘛 我将本就利 我当然想要多一点嘛 可问题是 他可以做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柯文哲 他们的台北市政府 要编了一个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单单这个等于 奖励农基率 高达20% 给这个金华城嘛 对 重点在这里啊 而且用了三个 莫名其妙的条件 这三个莫名其妙的条件 昨天我在本节目讲过嘛 当时理由是要弄一个 什么南松山 那个园区计划 对不对 请问一下嘛 除了金华城之外 台北市哪一个建案 有840%的农基率吗 没有 有哪一个 那么哪一个 在这个南松山计划里面 对不对 从国库纪念馆 到哪里到哪里 哪一个建案 可以 那么比照金华城 对不对 拿到这么高的农基率 然后呢 有这么多的 这个奖励农基率 还符合20% 没有 而且金华城不符合 都更条例啊 对 都完全不符合 都更条例 他们是自己把房子拆掉 那当时 那今天柯文哲的讲话 所以你说 如果金华城 按照现有的规定 根本不可能 金华城 再强调 做生意人 我当然希望 能够拿到更高的农基 但这件案子 让一般的老百姓 非常生气 我父母留了一个 50几年老房子 到现在 为了那一点点的奖励农基率 为了那一点点的奖励农基率 我们到现在 杜庚谈了十几年 都谈不谈 结果你当柯文哲 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这样免费奉送20% 然后理论上讲说 因为没有金流 意思就是说 没贪物没拿钱 你能够证实 我有哪里不合法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 我怎么知道 这个要去搜 要去搜索 要去约谈才知道 而且根据我所知道 你觉得会搜索约谈 根据我所知道 台北市议员 不是成立各自调查的 一个小组吗 听说有前朝的官员 本来拒绝去的 现在愿意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 议员也是害怕吧 也是害怕这个事情 在滚下去 不知道会变得怎么样嘛 所以单就这件事情上面 柯文哲嘴快 他都吹了 那去吹太糟 所以他嘴快 讲出来了以后呢 你还要再帮他 图字摸混呢 我不知道 这20% 我也很好奇啊 柯文哲说 这么多的这个 什么都根审议委员 都让他过 我知道啊 可是问题是 这些人说 开会说让他过 没有最后一颗印 盖下去 我问你 金华成员 拿到这个奖励20% 的这个农机率 上百亿的 这个等于上官的获利吗 没有嘛 都是台北市 让所有的人 都没有办法解释 就是台北市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对小丽 对那个U-bag 半个小时免费 对那个机车 免停车 免那个收那个停车费 区区 一点十块钱停车费 他斤斤计较 他还说财团是 拿刀叉吃人肉 但为什么他愿意 给金华成 20%农机率 就送给他 而且这个所谓的 狗屁不通的 奖励农机率的法案 只有适用在金华成 没有任何一个 案子适用 没有任何一家 这些公司 或是任何一个 都更案适用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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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检查官 约谈搜索 希望不是在8月6号 生日那天 给全国一个惊喜 现在柯文者 不管是三大案 四大案 现在慢慢的水落石出 越来越清楚 这个图像 而这个图像 现在看起来 不管是 我们刚刚讲 不管是检调 不管是台北市政府 现在调查的 竟然 金华成都是 关键中的关键 刚刚讲到 因为现在公务员 都有自保 所有的自保 不是你讲说 我是转送 不是交办 公务员 是没讲 奉交下 是你交下来给我的 是交办 而不是转送 而你说 你特别提到 今天台北 监察院所按照到 监察院说 你不但参采 都市更新 建筑容积奖励办法 就是你不是都根 不符合都根条例 不符合都根条例 你还用了都根条例 你明显的有违法之实 所以我们用监察院的 新闻稿来看的话 你根本不符合 都市更新 建筑容积奖励办法 你学会 他用了这个办法 对 所以这个已经 他不符合都市更新 就完全不符合 这个不是我们乱讲 那这个事情 全案的违法的核心点 就这句话 你不能用都根嘛 结果你用都根给了 他20% 那就是都根啊 那你就不能用都根 就监察院正式的 纠正函 给了你台北市政府 因为那是白纸 黑字 你要都根要30点以上 可是他只有18年 完全不符合 而且他自行裁处 跟都根有什么关系 他怎么搞 我们都不管他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有监察院有正式的公文 给台北市政府 这个就是铁板钉钉 我们都不要辩论 也不要讲什么课问之下 都统统上网 透公开透明 我是转送不是交办 监察院告诉你说 你不可以 你用都根这个法 这个办法就是违法处理 就是违法了 你看这个稿 我们这个知道 他产发局的内签 都发局 这个要往上签 他另外还有一个签成 你看到没有 他有个网户有一个稿 这是产发局内签的稿 我们应该讲是签稿并成 这个要签给柯文哲看的 奉交下司写给柯文哲 对外发文也用这个文发的 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副本的部分 一定有正本跟副本 下面有好多单位 他并没有打出来 你看到没有 对 他没有打出来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如果是完稿的话 会写一个市长市 会让你看到 这个稿是给市长市批的 是要给市长的 所以我们要读这个公文 你要知道 我们一般这个是一个 合稿要给市长批 所以这是市长产发局 往上层之前的一个原稿 一个草稿 最后的完稿一定要给市长批 那市长批又核第一次 所以你要知道 那我现在讲说 第一个这个案子本身 不应该用都市更新 这个都市更新容器讲的一办法 因为违法了 你接下来又告诉你违法 然后第二个谁负责 当然是你柯文哲 从这个签成的格式就知道 他就是要往上签的 对奉交下 这个奉 他这全文就是要 奉交下是奉谁交下 对他是给谁签 对 这个产发局最后 他们议员拿出来的是 拿到产发局的稿 没有拿到市长市的稿 市长市的稿中间一定有一个 柯文哲的画压 对 柯文哲一定有一个 觉醒的一个张盖在那边 所以这百分之百柯文哲负责 我现在说他今天每天用这个 假的直播在这边呼嚨大家 所以这个我今天讲都是公文 都是监察院的正式行 正式公文 要处分人的 那监察院的规定你很清楚 我告诉你 第一个先纠正你 第二个这是叫什么 那叫行政处分 然后第二阶段是什么东西 移送法办 有司法机关审判 到底是不是有违法 所以监察院是完成第一阶段 现在到哪里了 剪掉了 现在第二阶段 所以黄珊珊现在躲得远远 但有没有用 我告诉你没有用 因为北检早就完成了 初步的侦查工作 所以我现在听到消息是 原来廉政早就已经进来了 所有的阵风待会都已经查了 原来是所有的几个案子 相关人的link的line link的email 所有都已经交叉比对了 对 其实在过去来讲的话 廉政署很早很早就把这件事情踩住了 所以他当调查局 所有也要协办的时候 说不用 你把资料交上来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检察长甚至上层 陈丰也认为这件事情 就要给廉政署来办 为什么有这个底气 表示他手上是有东西的 这个是办得下去 是会开花的 然后你今天这个 立法院不是变成天下第一武道会吗 你看看柯文哲 他脸书上面po的那个说明 哎呀很遗憾啊 520之前三天竟然怎么发生暴力事件 你想一想柯文哲 你不是519你要带人上街头吗 一边遗憾一边穷州的呢 其实柯文哲跟黄国昌这边来讲的话 他没有说完全黄国昌来取代柯文哲 为什么现在来讲我一边 把黄国昌放出去穷州 另外一边我又拍影片 哎呀我非常遗憾啊 520国家办喜事啊 怎么会在三天前分手吵架 那就代表说他内心的一个纠葛 因为呢他一边来讲的话 他希望说我有一个武装的力量 我可以去压制北剑 你不要太那个哦 下滴 差不多得好哦 我需要放出黄国昌 咆哮兽 有去咬你 所以我到你是 是战还是和 对但是呢 他另外一边呢 又把这个影片po出来 告诉你说 哎呦国家办喜事三天之前 我发生暴力事件 我表达遗憾 其实这个照片 这个影片 其实你看那个表情 我已经看到这是一个被告的表情 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正在被告席的表情 你今天去征察庭或是到法院去的话 其实你看他的表情 我很少看到你一个主席 然后呢你今天其实 我相信他这个影片该在立法院拍的 你在自己的主场 你讲话这个样子 没有元气 没有气势 没有气势 然后呢你要讲这个东西 其实他总共才几分钟 1分46秒 绕来绕去 这是柯文哲吗 柯文哲以前讲话不是这样子 以前柯文哲讲话 大概就是一两句 就是把他定论了 一两句就有金句出来了 你在那边前面讲 讲遗憾 后面讲国会改造 赖金德你自己 自己说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这代表说他已经乱了 他乱了 他已经乱了 面对在三天 就是520 520之后呢 他到底是用什么身份去台北地检署 他一方面希望说呢 地检署可不可以客气一点 可是呢一方面又很怕说 会不会东西已经被抓到了 所以呢他连前面 都要用假直播的影片 代表什么意思 我意思意思我交代交代 兄弟啊 不要对我太大力